即时新闻综合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于今年元旦向南韩释出善意,表示运派团参加下约于南韩平昌登场的冬季奥运会。 南韩昨日则提议,双方九日可在板门店举行高层会谈,希望成为两韩破冰转裂点。 不过,投办南韩的前北韩驻英国大使馆前公使泰永浩昨日接受专访,指出金正恩想要接此破坏韩中美针对北韩和子问题的合作关系。 北韩参加平昌东奥也是实现着目标的手段之一。 目前在南韩国家安全战略研究院任职的泰永浩昨日接受南韩韩联社专访时指出, 金正恩透过新年贺词对南韩释出善意,对美国以核威胁言论放话。 另外则是接受中国要求北韩停止核子威胁,要求韩美中断联合演习的双中断提议。 泰永浩认为,北韩接受美国反对的双中断提议可能就是意在破坏中美就北韩核实问题的合作。 泰永浩指出,北韩可能以接受中国的双中断提议为条件。 要求中国为北韩与美国之间的对话创造条件。 在国际社会不断加大制裁北韩力度的状况下,只有南韩愿表态与北韩对话。 北韩此举无疑是为了寻找突破国际制裁的突破口。 至于金正恩表明有意派团参加平昌东奥议事,泰永浩分析这代表金正恩不会只派小规模的代表团或选手团前往南韩,至少还会派出艺术团。 留给世人南北韩共庆民族盛事的印象。 Zither Har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